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此物闭息血袋得到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认证 之后,持带血会被送到康盛人生的实验室 实验室人员首先会核对样本的身份 然后将样本放入新闻安全操作台 抽取小量样本进行化验 然后将样本与CPACS处理组件连接 预备进行钢细胞采集 康盛人生采用最先进可靠的系统 CPACS去处理磁带血 以采集磁带血内的钢细胞 CPACS是全球唯一得到美国FDA认证 全自动化处理系统 每次独立处理一份磁带血 钢细胞采集量高达99.35% CPACS系统从未被生产商或美国FDA回收 绝对安全可靠 实验室人员将血袋连同处理组件 放入CPACS开始处理之前 实验室人员必定会先进行测试 以确保处理组件安全无误 测试完不后 CPACS立即进行自动化钢细胞采集 将钢细胞、控血球及血漿分离 自动化钢细胞采集的过程完成后 实验室人员抽取小量样本进行化验及测试 之后加入抗冻剂 将样本放入CoolMix仪器 样本保持在摄氏4度的温度下 与抗冻剂混合 然后钢细胞会被放入呈控降温仪 以每分钟1度的速度 将样本进行缓速降温 以确保钢细胞的活性 降温后的样本会移送至MVE 抗感染气态淡储存系统 在摄氏零下190度低温下 作永久保存 除了磁带血外 抗性人生也提供磁带储存服务 透过独家专利技术从磁带中分离及培植上皮肝细胞及间质肝细胞 这两种肝细胞根据有巨大的潜能治疗多种疾病 并帮助修复受损组织或器官 成功采集磁带血后 医护人员会将部分磁带剪下 放入磁外盒中指定的无菌溶器内 抗性人生所提供的磁外盒 有别于其他磁带血腹 内含有抗菌溶液及温松液体 有助维持细胞活性及减低污染风险 磁带及磁带血 会一併送往抗性人生的实验室进行处理及储存 处理磁带前 实验室人员首先会核对样本身份 随后磁带处理的一系列步骤 都在生物安全操作台内进行 以减低污染机会 之后 实验室人员会将磁带作进一步处理及清洗 再将磁带切割分为细小组织 清洁后的磁带组织 将被放入多支特制的抗冻管 抗冻管内加入抗冻剂 以保障低温冷藏状态下 磁带组织中干细胞的活性 然后抗冻管将被放入程控降温 以每分钟一度的速度 将磁带组织进行缓速降温 以维持干细胞的活性 经缓速降温后的抗冻管 会被移送至MVE抗感染气泰淡储存系统 在涉事零下190度低温下 作永久保存 康盛人生的处理方法是保存磁带组织 将干细胞保留在最原始状态的好处是 可以保留磁带内所有干细胞的潜能 以便将来有需要时 以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分离 及培植优质多量的干细胞作治疗之用 另外 康盛人生特别选用多个抗冻管 储存磁带组织 客户一次可使用一个抗冻管 而不会影响到其他抗冻管内 磁带组织的活性 抗冻管会被放入外包装袋 防止交叉感染 康盛人生选用的MVE抗感染气态淡储存系统 采用气态淡储存样本 倒绝样本浸泡于液态淡时 交叉感染的机会 低温储存缸设计精密 能保持储存温度于零下190度 事实上 无论是磁带血还是磁带 只要储存于玻璃转化温度摄氏零下135度以下 干细胞就可以维持最佳状态不变 实验室人员会透过24小时 全方位实验室监测系统LMS系统 24小时监控实验室湿度、温度及储存缸的温度 并记录有关数据 确保持带血及持带组织储存温度 维持在最佳范围之内 持带血及持带 是你宝宝最珍贵的礼物 因此,我们为你许下 康盛人生优质保证承诺 给你百分百信心保证 作为领导市场的持带血库 我们既成为客户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透过营造员工的力量 于营商和医学领域 均发挥康盛人生最佳的潜流 给予希望挽救生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